好冷 好冷啊 嘴有人蹲在石头边 年轻人 你看起来不是北域人士 你衣着单薄 来到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 会被冻死的 我这里也没有男人的衣服 来 这件雪衣你赶快披上 赶快回去吧 我 我也不知道 自己住在哪里 你可能受寒过度 神志不清 你仔细想想 住在何处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脑中一片空白 连你姓什么名什么也不知道 我毫无印象 可怜哪 暂时跟我住在一起吧 等你恢复记忆再离开 我 不必客气了 来吧 靖阳后 你有没有想起什么过去 过去还是像眼前的冰雪 一片空白 没有过去的人最是悲哀 但是有了过去却是心碎的 真是人难为 火云姑 此人名叫齐鹿仁 枯燕 你要杀他 火云姑 你竟要保护他 你可知他是 是什么 他只是一名失去记忆的可怜人 枯燕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要杀他 至少也要等到他清醒 这样杀他才有意义 也才公平 既然火云姑都这么说了 那我暂时不许他性命 将你身上的晴天神剑接我 晴天神剑 我不知道 看起来 像一把短剑 短剑 是不是这把 你要剑 我就借你了 但这把剑 说美又不够美 你要他干嘛 杀人 杀人 你别动我了 你要拿这把剑去杀人 别说杀人 连鱼鳞都剃不掉 你真够笨的 老胖胖 你相信那把剑能够杀人吗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是你叫他去杀人 别说这些了 赶快进去 外面风雪越来越大 你先进去吧 我想继续在此地欣赏雪景 好吧 也许对你的记忆有帮助 但这儿冰厅雪地的 地形你不熟 不要乱跑 很危险 我知道 回起来 走 走 走 狐爷 这次你是来有路 回头无门 是吗 不熟爷不见了 众人提高警觉 此人尚未离开 神剑失效 神剑失效 死吧 狗尾心斩 启禀圣弟 要不要继继继继续追杀呢 不用 只要好好严守神武殿就可以 不熟爷 狗尼 一定会再来 遵命 我不相信我会失守 我不相信晴天神剑会失效 观足天所传 并非天残宝 晴天神剑当然无法辞穿 你是什么人 深夜蒙面到神武殿干什么 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才蒙面 我到神武殿的目的和你相同 只不过你找我一步行动 你说观足天所穿 不是天残宝衣 那你一定知道如何杀他 要杀观足天 必须练成菩萨印第十世 如何才能练成菩萨印第十世 狗尼 我认为你没必要这么做 也许你还不知道 练成菩萨印第十世的人 生命只有七天 你为了杀掉观足天 而牺牲你自己 真是太不值得了 天快亮了 我先吃陪 请 晴天神剑杀不了观足天 留也无用 将他送还齐路人 年轻人 你这么早就起着了 是 清早的空气比较新鲜 这个时候运动 对身体有益 你那双手怎么了 为何会变成紫黑色 我也不知道 我睡醒时就这样了 碎心掌 是金阳圣帝的碎心掌 什么是碎心掌 我听不懂 我女儿童瑶池 曾邀请金阳圣帝到神残宫切磋武功 金阳圣帝要求我女儿接他一掌碎心掌 那只接下遮掌后 我女儿的双手就变成紫黑色 和你现在的双手一模一样 幸好事后 观足天又拿解药送给我女儿 我不是江湖中人 什么观足天通瑶池我不认识 那为何你会有晴天神剑 酷叶又为何要杀你 这我也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了 不要问我了 好好好 我不问 不问就是 齐路人 晴天神剑还你 你又叫我齐路人 我真的是齐路人吗 若不是火云姑阻止 酷叶容不得你在此装疯卖傻 我怕我怕我好怕啊 酷叶 你不应该对这种可怜的人大吼大叫 他是装的你 故意装出一副可怜模样 博取同情 不会的 你误会他了 剑拿去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把金这么短 又生锈了 哪有办法杀人 你真是比我还傻 酷叶 你也不必生气 他是无心之眼 当初我要求你替姚池报仇 是我不对 我太过于自私了 是我既不如人 无法达成火云姑你的委托 官族天川的不是天参宝衣 晴天神剑失效 幸亏 有一个蒙面人出现 接下官 我是空中飞鸭 我要飞喽 年轻人 别乱跑 危险啊 危险 你